没法弐 小孩子不是我的感情 知道我脑子不舒服有病 2015年吗 没有 你育了 你吃什么 我还以为流草 最近Nina在视频里边常常各种难受 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的平台 在评论区都出现了大量的热情朋友 你们比我还为Nina操心 写给我这么多治胃病的方法跟药的名字 我本来是想一个个回复你们的 但是又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回 因为这个胃病的确是有的 但是不是他痛的主要原因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其实刻意的回避了一件事 因为这件事特别的违背我的生活理念 搞得我还怪不好意思 今天是7月10号 到现在他已经怀孕6周了 他是在我们去钓鱼的那天 知道自己怀孕的 他先是早上自己在家里边用烟荫帮撤 然后撤出来有了 还很高兴的放了个照片给我 下午为了确保结果是正确的 他要专门跑到医院去了 他自己是挺开心的 我倒是挺害怕的 我怕主要是怕万一生的一个混血女儿 长得如果太漂亮了 那我可就麻烦大了 那我整天都要担心这担心那的 就怕他遇到什么爱情骗子 渣男海王什么的 想想就觉得心好慌啊 念了都是很坚定的 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也用了很多方法来说服 甚至是当我说到 我可从来没有打算过要结婚啊 他都跟我说 那咱们就不解好了 我其实为这事也是做了好几天 激烈的事情都真的 最后让我决定生吧 最主要的原因啊 还是因为这个孩子是混血 看着爱丽丝这么好玩 这么好看 我自己也挺好奇的 就很想知道 这到底能混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过了没几天吧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开始少量的流血 又持续了个两三天 所以我们在做完胃经检查后的第二天 又跑到医院去复查了一次 当然那个医生说没事啊 孩子还在 叫我们过一个月再去检查 所以就有了今天视频开头的这一段 本来猜猜那里 我自己住的是挺舒服的 但是人也确实多啊 念了不喜欢 那就没办法了 要照顾孕妇的情绪跟感受嘛 所以我们就搬家了 我现在就坐在这个公寓里面 房间多也有房间多的好处 我要干点什么事也不会影响他们 不知道跟这个胃痛有没有关系啊 反正他的认诚反应特别强烈 没事就恶心难受啊 胃口也不好 就每天给他编着发着炖汤喝 可惜我没怎么拍视频啊 不然一定会把里面吓到的 因为我的厨艺实在是太好了 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都像个小媳妇一样呢 每天都是擦拭厨房 为他带小孩 补充一点就是从侧面鼓励我生这个小孩的 还因为在乌克兰生小孩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像首先政府是鼓励老表星多生的 所以会有各种补贴 因为教育方面的话 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的 我一直都在犹豫啊 要不要在视频里面说这事 到底什么时候说 但是他这个肚子啊 一天比一天大 我也一天比一天慌 总之如果我继续拍视频的话 总是要说的 这是绕不过去的 所以现在我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啊 准备迎接一个不知道长成什么鬼样子的混血小孩了 你们赶快给我点个赞吧 安慰一下我扑通扑通乱跳的小形状 这种天天恶心恶心几个月 恶心恶心应该也就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就多了 我看到恶心的好难受 我随时都要朝上打滚 不想弄这个绳子 那都想很严重那没有 应该天气太热了 热的不是 在家床上他又床都不下 那应该是胃病 可能是胃病 加上一点恶心 所以就导致了这么恶心 刚开始一环用就是说恶心 嗯 刚开始投一个特长去说 昨天晚上他跟那个 爱丽丝说了 他说这里有个小孩了 爱丽丝可高兴了 哈哈哈哈 一直在帮那个小孩想名字 难得什么 没得什么 真的好难受的样子 搞点什么东西给他喝喝吧 yn不停的 搞点。 妈妈, давай двоих 为什么 и мальчика хочешь i want boy а для тебя а ты уже большая у них вот такие маленькие ножки